像现在人许多人 轻视弟子轨 我们提倡弟子轨 也有姻缘 十几年前 有几个 在中国大陆过地 用传统文化 叫小朋友 多近 小孩记忆力很好 叫他们背四十五斤 小孩都能够背得很熟 可是效果怎么样 这些小孩在家里头 瞧不起父母 在学校里 瞧不起老师 啊 那个时候我住在 泡沫地 他们到泡沫地 看我 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我说这些事情 古时候 没发生 古时候叫小孩 事交在年四十五斤 没发生 为什么现在发生 古时候父母 小时候也多 所以他问父母 父母知道 你能背 他也能背 你问老师 老师也知道 现在父母不念了 在学校老师也不念了 所以学生就瞧不起 啊 瞧不起住手 不听话 在家里不听父母 在学校不听老师 变成叛逆 啊 来问我 我当时就告诉你 同盟养朕了 要从德行下手啊 要帮助他 怎样懂得做人 这个重要 啊 读书呢 我不赞成 读那么多 读那么多 你目的后在 你让他记住 记住这个东西 将来他长大了 没用处 现在社会不用 你不是浪费他的经历 浪费他的时间 古人叫他读经 目的 他有目的 目的是什么 不是寄宋 啊 目的是保持他的天真 啊 也就是 天真是天然的 真诚信 啊 要没有东西去锻炼他 小孩也会忽恕来想 也有妄想 也有杂念 啊 这个对他不好 啊 要想得 读书 把妄想 读掉 把杂念 读掉 啊 保持他的 清净 平等 目的在此地 至于 书会背的 那是负责用 负带的 不是主目的 啊 主目的啊 是帮助他修订 啊 这个方法 自古以来 是对知识分子 用的方法 啊 知识分子 喜欢读书啊 那喜欢读书 就叫你读书 从读书这门东西 去修订 这个我们要懂得 那最重要的 是规矩 规矩在哪里 理智规 是每一个家庭 子弟学校 我们叫家庭子弟学校 就是古人讲的师傅 师傅是家庭子弟学校 养成良好的品德 啊 同样正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对于 有悟性的小孩 悟性高 他结束事情 他能提出问题 你给他讲 他能有 有悟性的小孩 要特别在意 培养 培养他的悟性 也就是 培养他的定慧 啊 对他的教导 是 一门深入 常识 迅修 不让他念很多 念很多 如果无心就没有了 为什么 他分心 他的精力不能集中 啊 都一样 他集中 啊 念到 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可能 十几岁就可悟了 啊 古时候 十几岁可悟的人 很多啊 纵然不是 大吃大悟 他也是大悟 啊 他悟了之后 他懂很多事情 不仅 他自己 独的独不说 他悟 他明白了 没有读过的时候 他看 他也懂 会扬成一个 都说的习惯 为什么都是有乐趣 有无处 啊 都是真快乐 啊 没有 无处的时候 这一门深入 这他不行 那为什么 他不能代替 读到证书 枯燥无畏 不想读 啊 那他念用于幻化 幻化就是 多读 啊 但是多读 不是同时的 啊 一步都完了 都第二步 都不同的 啊 他有兴趣 都一样 他枯燥无畏 对于有悟性的 那个一 一步的时候 越深越有味道 啊 会发心 今天 其微无穷 啊 就学生根性不一样 用的方法 不想读 啊 没有悟性的 就叫他多读 注重在寄宋 啊 很多书慢慢他都念过了 将来作为 学习的 基础 啊 学习 一定要遇到好老师 给他讲解 啊 教他修行 如何 把所学的 落实到生活 落实到工作 厨师待人 结婚 啊 他能成为 君子 成为仙人 啊 有悟性 要专注 他如果大彻大悟 他成神人 孩子里面真有啊 不是没有啊 一般里头老师也是信心观察了 会找到结构 啊 啊 所以孩子到这个世界来 真实三字经常说说的 人之初 行本善 啊 教育的目标 如何把这个本善保持 让他一生都不会舍掉 他就变成神人 啊 不能成圣 也能成仙 大善 大善 啊 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方向 啊 他的思想也行 有方向 有目标 啊 跟古神仙仙 走的是一条路 佛法这些菩萨们 无论修哪个法门 跟成佛之道的那些祝福 走的是同样的路 这叫道 心在道上 没有越贵 没有偏心 没有偏心 别忘了 会有便宜 有心